大家好 我是Michael 歡迎回到多久之 應該說這一集想要跟你們講很久了 當貓奴當久了 侵蝕也侵累了 還要處理水跟食物 這麼多東西難免會覺得疲倦 那為什麼你就不花點錢 讓自己輕鬆一點呢 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的自動貓殺機 衛食機 還有飲水機 這三個東西對我來說 直接是大解放 不要再當貓奴了 他們沒有讓我比較輕鬆 他們是讓我變得超級輕鬆 現在跟你們講 你們最在意的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也推出了好幾年 不要一直說貓殺機是一款危險的東西 這台Catling的S1 Pro 已經是他們第二代的產品 也外銷了40多個國家 效量超好 所以就變成安全已經是最多人關心的重點 他在清理的過程 他不是一路轉到底的 他會轉兩下 停一下轉兩下 停一下 就是為了降低貓咪被夾到的機率 光這一台貓殺機就有5個安全裝置 像是他正面有紅外線感應 只要真正到貓咪靠近 他就會馬上停止 連碰都不用碰到 那兩邊的側蓋 他有防夾裝置 你只要貓咪的手去亂碰 他也會停止 那如果貓咪的手去阻止他轉動 他的電機感應到他有阻力 他也會停止 然後像他的內部有趁重感應 所以他在清潔的時候 如果還是不小心被他跑進去了 那感應到他也會馬上停止 怎麼讓他清完啦 是嗎 你這樣他沒辦法動啦 你這樣子他就不會清了喔 在處理貓殺的過程中 旋轉他會預留空間 所以在最下面的時候 他是不會直接關起來 所以他也會防止貓咪被夾到機率 光是前面這幾個安全機制 不管你叫幾隻貓 其實都不用擔心 反正貓殺機有的時間給你好 你敢靠近他就停下來 我也是用了一段時間才跟你們介紹 我覺得這東西真的太棒 完全沒什麼擔心的 他的清理方式是 他偵測到貓咪上完廁所之後 他就會開始往上轉 從那個地方開始把乾淨的貓殺 流到下面這個空間 那他的屎跟尿都會被過濾出來 然後再轉過去的時候 垃圾桶的門就會被打開 然後貓殺就會轉過去之後 就會掉到垃圾桶 然後他會被蓋子再蓋回來 那轉回來的時候 他會再把貓殺鋪平 那我覺得他有點很聰明是 有時候你轉上去的時候 貓尿跟屎是黏黏的 所以他就會卡在過程中 我第一次看到 我想說不會了吧 我看你知道怎麼解決 結果他就是 他會來回好幾次這個動作 就可能大概三次吧 確保每一個屎跟尿 都有滾到垃圾桶裡面 我覺得這點也蠻棒的 你就不會擔心說 他會不會卡在中間 或是沒有傾到的問題 然後他的極變艙在上方 他有7公升的容量 像我一隻貓實測 我大概可以用大概一個多月 而且很方便 你只要把這個頂帶打開 把垃圾桶拿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 他上面有一個機關 是可以直接讓你變成體帶的 你就直接把體帶拿出來 就可以拿去丟掉了 超方便 貓殺機前面有個燈號 所以如果你的極變艙買了之後 你也可以看到燈號 你就知道你要換了 你就不用一直去檢查 然後一針捲的垃圾桶 一針捲的 噢噢噢 然後他正面還有 教學 就是你怎麼抓 他這個還有箭頭 箭頭對這個箭頭 他也可以一鍵加貓殺 按下這個旁邊的按鍵 他就會把洞口轉到正上方 他加完之後 他就會幫你把貓殺破平 到底是多難 而且他所有貓殺都適用 所以如果你要更換貓殺 只要一鍵 他就把裡面的貓殺全部倒到垃圾桶 你就可以丟掉了 還有如果你會擔心貓殺臭味的話 他旁邊有藏一個方向的凝膠 他是透過一個小洞 讓香氣傳進去 但像我用豆腐殺 香氣都是被奶香味蓋掉了 所以如果你是用一般的礦殺的話 他就會有一點點那種 呃 凝膠 方向凝膠的味道 那我覺得最棒的是 就是他有整合APP 像我的芝麻 我的貓 他有生病過 那時候是即興聖衰竭 就是不知道他憋尿 等我發現之後他已經蠻嚴重的 但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要用貓殺機 就是他可以馬上把貓殺清乾淨 那你就不會因為你長期在外的話 你沒有清到他貓殺讓他憋尿 那你用APP 就可以知道他今天上幾次廁所 很可愛 我覺得他連一次上多久你都知道 還順便幫你量體重 他幾點上廁所 然後上了大概幾秒鐘 那他的體重多少 我就會完整的告訴你 然後他還有完整的健康數據 包括一天一週甚至一個月 平均上廁所的狀況跟平均時長 他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貓咪的狀況 還有細節的設定 你可以選擇怎麼清 那貓離開的時候清 還是手動定時清都可以 你也可以遠端控制 針對你的需求是做調整 那但是我都是直接用感應的 就不用管他 他只要一上完廁所出去 他就會幫你清乾淨了 那像外觀的設計 他的外觀我覺得很可愛 很像一個小小的太空章 他體積剛剛好不會很大 那搭配前面這個小面板 你可以快速的知道目前的狀況 整台都可以快速拆卸 一體式的球形設計 也很好清洗 你就整個拆下來 然後整個拿去洗 那旁邊這個擋板 他我覺得有做到一個小細節 就是他是做磁吸的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拆裝 那裡面是一個牛筋布材質 這個可以防止死個尿黏在底下 那可以防貓抓 防漏尿 而且比較好清洗 內倉總共有70公升 貓咪上廁所 他就可以很舒服 而且你的15公斤的泡貓咪都可以使用 然後像他是大開口低昌門的設計 進出都很方便 他每次出來都會帶貓砂 所以我原本想要用這種落砂墊 可是我用一用我就覺得 他真的很難清 而且你還要撕開魔鬼沾 就比較麻煩 那他們出了這個腳踏墊 跟貓砂機 他就很像一體的 他有墊高 所以可以讓他進出更方便 而且他的那個縫縫很大 所以你只要他出來貓砂 就會馬上掉進去 而且他清的方式也很方便 他就很厚 所以你不用等待他裝滿 然後你只要把傷害拿開 之後就可以把裡面的貓砂清掉了 跟以前我這種舊的貓砂墊比起來 實測是真的少了很多掉出來的貓砂 這個我超推薦你們一定要架構 那這台他也貼心的做了滾輪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是女生想要移動的話 你只要拉起來 他滾輪的方式他就很好拖 那這台呢整體來說很滿意 那他們還有出像衛食機 這個就是解放貓奈的第二個產品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自動餵食嘛 所以你就是你就不用固定去給他放飼料 就是他可以吃到他該有的東西 而且他也可以定時定量 你就不會怕他餓到 那像這台我覺得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解決了一個痛點 就是你如果你是多貓的話 他可以防搶屍 他這邊是兩個板子 所以你在貓咪吃飯的時候 他不會被其他貓咪打擾到 那他的內部是防卡糧的設計 那目前我是都沒有遇到卡糧的問題啦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那他有兩種出涼方式 就是按一次按鈕 他就會轉動一次 就會出來一小份 就是他其中一個格子的一份 那他是保鮮的設計 門蓋出涼的時候他才會打開 所以加上轉動的設計 空氣也不容易跑進去 所以他整個保鮮的效果就還滿好的 那透過APP 他可以設定一天內有多少時間 你要給他吃東西 你可以設定不同的時間 然後一次要給他幾份 那他這個容量是3.5公升 我覺得很大很夠用 裝滿的話可以用滿久的 然後他的體積其實 小可惜是他比我想像中中還大 所以你家裡空間適合的話 那他其實OK 但他就是比較大一點 但是他可能需要裝比較多的糧食 所以他可能設計就是這樣子 前面他這個是用陶瓷碗 他比較好清洗 也比較不會有細菌 而且他下方有這種秤重機關 他的APP就會顯示說 你這個飼料有多少重量 然後還剩多少克 然後出涼的時候有多少份 你也可以設定說 他每一次出來的量不超過多少克 我覺得這些都很細節 也可以針對你家貓咪的狀況去調整 可是我覺得最可惜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想要有完整的進食數據 像是控制他的食量 或是你每一隻貓咪精準的了解 他的狀況 進食狀況的話 你就必須搭配這個 他們的項圈 那像我家芝麻就很不喜歡帶項圈 所以就沒有這麼細節的數據 就算你沒有帶項圈 以我自己的狀況就是 你基本的數據都有 他什麼時間來吃 吃了多少量 我覺得可能一隻貓的話 絕對沒有差 可是如果你是多貓的人 你想要每一隻貓都有很精準的數據 那可能就真的要帶項圈 我目前的使用體驗我覺得很好 就是因為我沒有用過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超讚 像我目前用到現在 我只有記得我當初在綁定產品的時候 我覺得我用了超久 我解決了很久才配對得上 可是現在跟你們講是 如果你拿到之後 你遲遲配對不上的話 你要馬上聯絡客服 他們其實處理超快 他一下就會讓你成功了 他不知道可能去後台設定了 可是我就自以為是 我就在那邊弄超久 然後就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那再來就是他們家還有一個產品 就是飲水機 我覺得這款 我原本有一款飲水機已經用很久了 那這款飲水機他的優點真的太多 他不僅可以不插電 大概可以用150天 可是我的實測是沒有那麼久啦 但是他就是有 可以不用插電這個選項 我當然是如果你有地方可以插頭的話 建議你就插著 不然沒電的話比較麻煩 可是就像我以前 我有在找過那種不需要插電的 可能有些地方我想要放 可是他沒有插頭的話 這台就讓你多了一個選擇 那他的結構原理 跟一般的飲水機不太一樣 他是從這邊打水出來 然後流到這邊把髒污跟毛髮 集中到這邊 我覺得很好清洗 這超棒的 因為我以前是那種過濾型的 他那個過濾器就是他會卡很多毛 那毛卡太多他就整個停止運作 那他這個下面是有一個真正過濾水的濾型 他跟毛髮的地方是分開來的 所以你就比較不會擔心這個問題 他這個就可以給你家毛髮一個真正乾淨的水質 那這個水箱容量是2.3公升 大小剛好那用量也蠻剛好的 我覺得最有感還是他的app 他的app可以知道貓咪喝水的狀況 他一樣是他幾年來過然後喝了幾秒 你出門在外你在看的時候 你就覺得還蠻安心的 覺得他有冷靜在喝水 不用怕他生病 那他一樣有完整的健康數據 提醒你的水量有沒有足夠啊 我覺得這個蠻好的 因為有時候你不會發現 那你知道的話就可以趕快去加水 而且他是透明的殼 所以你就算沒有在注意app的話 你直接看那個銀水晶 你就會知道他的水夠不夠 像以前我這種就完全看不到 有時候都會聽到一些 就是水 抽不到水的馬達的怪聲音 才會知道水可能好像沒了 可是有時候可能都過幾天才會發現 你覺得上面很髒的話 你就按一鍵充斧毛 他就會把上面髒的東西 全部把它充乾淨 那像設定方面 他有很多種模式 可以幫你省電 用不同的方式刺激貓咪的好奇心 他會過來喝水 那還有夜間模式啊 這些我覺得都很貼心 拆裝的話也很方便 水的聲音也很小聲 完全不用怕他的水聲會吵到 那整體來說 我覺得跟我舊的 用了三年的這個銀水機比的話 這台我完全無可挑剔 好看 設計簡單 又很好用 而且我覺得銀水機 如果你沒有買的話 你真的需要買 因為貓咪就是尿道通常都比較小 尤其是公貓的話 一定要讓他常喝水 所以銀水機是絕對必買 你現在就去買 現在就去買 那為什麼今天要跟你們分享這個產品呢 因為我以前只有一台銀水機的時候 跟現在我有所有的產品 我就可以多花更多時間 可能你可以去陪他玩啊 或是什麼樣 你就不會一直在擔心說 喔 死又拉死很臭要清理 然後他可能又沒有飯什麼的 那像這三台都是他們同一個品牌的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生態系 那他全部都可以整合在一個APP去監控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一個APP上面看到 他所有的飲食啊 飲水跟上廁所 你可以整合所有的健康數據 即便你帶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也可以給醫生參考他平常的這些 上廁所喝水這些數據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心得 你也可以影片留言告訴我 那這些產品資訊 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我真的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到你們 就是讓你們解放雙手 好啦 記得訂閱追追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Bye 好 Kiss